歡迎收看今天的開運監禮團 你要知道呢 哪一種男人呢 長得人模人樣 但是呢 骨子裡竟然是個色魔 同時呢 我們今天還要告訴你 哪一些男生呢 不敢碰 才是個男人 同時還要再告訴你 你想要分手嗎 那特別要注意今天的節目了 要告訴你 分手必勝絕招 絕對不會讓你引來殺雞 精采的內容千萬不要錯過了 小二人也是一種珍藏 看小鐘今天再度發揮冷功泡美眉 那小鐘你的強項是什麼 就講冷笑話 來…講兩個 今天都還沒講 現在非常報道很流行 那個邱毅不是告安婷 那這個官司 你們覺得誰會贏 不知道啊 邱毅 為什麼 因為邱毅贏 面對處女傳說 大家來聽聽小鐘她 出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那小鐘自從這個交往女朋友之後 距離這種事情很遙遠 我沒有從外面加過這種東西 要緊張嗎 要緊張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比較難去分辨 對啊 我假如說你去交往這個女孩子 其實你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肚子 小鐘其實是有色跟有膽喔 蔡允老師給你掛布景 其實這兩個比較起來 小鐘是比較猛啊 蛤 都不知道嗎 小鐘原來你是個猛男 沒有 小鐘她的有色 她的無膽 是因為她自己到形象的問題 原來你進了演藝圈 救了你的獸性 是嗎 今天還要告訴你 哪些男人是獸性超大的野獸派 誰又是人模人樣的好色呢 以及不敢交處女女友的人 今天的測試DIY要看看 你最近會不會玩出問題 還有別錯過奇門燉甲開運術 今天要教你如何挑對日子和平分手 請來歡迎小馬 小鐘 大家好 我是冷面孝將小鐘 我是黑馬王子小馬 自己有封號那種感覺滿好的 沒錯 我們唐老師你的封號呢 你怎麼可以稱遙遲經目 你怎麼可以稱遙遲經目 他們說的 你們兩個有新節目嗎 對 拜一下 拜一下 遙遲經目 說我已經零了 遙遲經目很零了 你們拜拜等一下 它怎麼顯零了一上升 你們的節目絕對說自己 我們應該拿一些貢筆給它 我再講 沒有 真的 好 他們兩個人有新節目 唐老師看一下 他們比較擔心的是 他們的新節目會怎麼樣 他們兩個一個是上升天平 一個是獅子座 其實像他們 主要他們太陽星座 都是火象 獅子跟射手 其實在未來的一年裡面 火象星座的運勢 都會比今年好很多 所以你們兩個人 火象星座 火上加火 火了 火了就火了 漂亮 漂亮 好 我們今天請兩位來 當然要聊不一樣的議題 好 社會真的變了 最近發生一項 非常令人不恥的性醜聞事件 竟然男主角們 都是20歲出頭的 而且是日本一流的 大學裡面的學生 他們就集結起來 自主了一個叫做 超級自由會社的社團 這個社團在做什麼 就是平常那時候集結在一起 找了目標之後 下手來做一個輪間派對 而且在這個 自由超級會社裡面 他們有很嚴格的規矩 跟他們的規章 就是裡面會有所謂的 一軍 二軍跟右軍 悠悠的右軍這樣子 那怎麼樣成為一軍 二軍 他們也是傑尼斯這樣子 對 就怎麼樣成軍 就是說如果你在開 這個輪間派對的同時 他們會賣門票 那如果你門票賣得越多 就是你招來的人越多 你晉升為二軍跟一軍的機會 就越好 所以其實就等於是變相的 又把這個派對再擴大了 那當然這個業績很好的 當然你在這個社團裡面的地位 就越來越高 那據說甚至於有這個暴力可獲 大概一年還可以收到 一千萬日元的利益 所以以這個大學生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他會覺得值得經營 對 但是我們話說回來 一個一流大學的學生 有多少人擠破頭都擠不進去 他們不但自毀前途 也讓他們的學校猛羞 實在是一個非常令人不齒的現象 那當然要找這兩位 前輩子 沒有啦 就是說為什麼找你們兩個來 就是說時下的年輕人 你們比較了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來好好聊一聊 來 其實你們兩個參加 過的派對不少 而且小馬你還做過 你做螢光棒的生意不是嗎 對 但我螢光棒的生意 不是提供派對的 我是提供演唱會的螢光棒 就大型演唱會的螢光棒 OK OK 好 那你們有聽過像這樣子 就是說幾乎是很詭異 很怪異的這種派對 這個話我打個電話給馬國畢亞 我看你們兩個都要打電話 Nono 我們要找經驗啊 喂 你們兩個都打給Nono 等一下就戰線 不如我來打 好啦 開玩笑 來 說一說 其實我是覺得說現在就是因為 沒有適合的場合給年輕人發洩 是 然後變成就是說這個媒體 就一直渲染這些藥物 所以大家從不認識變成認識 然後開始就會玩這種私人的 開始有這種旅館的派對 對 其實我要說這種叫做怎麼派呢 Home派對 Home派對 就是在家裡面玩 因為安全嘛 然後五星級飯店 也不會有警察來領檢 是 所以才會爆發前不久 五星級飯店有這個四十幾個人 我告訴你 那個飯店我還真的 我跟你講那一天的下午我宿院 我的頭痛 早上起來的時候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頭好昏喔 我說我從來沒有這樣過 結果我就到山下去買牛肉麵 買牛肉麵看到這個新聞 我說那個 某XX五星級飯店抓了四十幾個人 對 結果你知道嗎 大家蹲在地上就問說 誰給你們要的 然後全部人抬頭起來 小馬是藥頭 我覺得我真的是宿院 真的 真的 同屏同氣 太多叫小馬了 真的 我頭好昏喔 都昏了 想說 對 我說頭好昏 對 我昨天晚上喝這裡 我真的有去那裡賣藥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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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的 你真的嚇到對不對 真的嚇到 所以他現在改名不叫小馬 叫什麼 馬曉 泥鎮 對 叫泥鎮 泥鎗的兒子嗎 對 但是我爸不是泥鎗 而且我女朋友 比周惠銘漂亮 對 好 其實就是說 像這類型的派對 就像你講的 大家為了可能就是 警方領檢的也多 慢慢就變成私人家裡面的 所以南北就會變相 因為它越私人 它可能裡面就會越亂 裡面又有床 又有浴室 對 你要做什麼事情好像滿方便 其實國外還有一種更特別的 國外還有一種是那種派對 是買門票進去的 然後呢 你進去之後就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那邊坐 其實就炒飯 對 很多 你也可以加入他們 可是你不能碰他們就對了 日本 日本跟美國都有 什麼叫做 你可以加入就直接下去炒 但是你不能手去摸 你可以跟你自己的伴 你可以帶伴去旁邊炒或幹嘛 可是你就可以在 你也可以看別人 對 買門票進去看 但你手不能去摸他們 對 不能摸他們 有這樣子 這種就是 這也不算雜交派對 這就算是一個 視覺感 OG派對 就是全裸的 全裸的進去裡面 然後但是呢 就是說如果帶伴的就自己 對 然後在那邊就看 對 很刺激 又這樣子 那小鐘你去看的時候 解決怎樣 我不是朋友去看 我去看了 你說朋友的時候不要急我 全部抬頭都說小馬帶回去 你只要說小馬帶你去你就好了 我又宿願了 對 好 我有聽說過 特別有一些就是這個 竹科的這個科技新貴 因為平常真的一個禮拜 工作壓力太大了 對 所以週末假日的時候 他們也是就是聽到哪裡有 就去 就去 真的 而且一來的時候 每個還真的是西裝領帶這樣來 然後來到這邊一開門就 領帶就開始脫了 就開始脫了 就開始脫了 對 很誇張 對 那小鐘自從這個交女朋友之後 距離這種事情很遙遠 我沒有從外面加過這種東西 要緊張嗎 請 小鐘來 深呼吸 小鐘很可愛 你知道 沒想到我這樣引誤 他就 我就喘 好 來 我們來看看哪一些星座的男生 外表呢 我們說他長得真的是人模人樣 但是骨子裡呢 確實色得不得了 我們來排一下星座的排行馬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小馬 就是我們的泥鎮 他的太陽是獅子 金星是天秤 那小鐘呢 太陽是射手 金星是摩羯 看看他們有沒有上人模人樣的榜 好 這個太陽 金星都要參考進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名 第五名太陽 金星如果是在 初女座的話 那絕對是表面很紳士 可是呢 他腦子裡總想要 要怎麼樣再更進一步的把你吃掉 好險好險我們已經逃過一關了 對 什麼叫做愛家雞小女 那就是從初女座的身上看出來 而且他通常都是先對你好 對你好的方式也很迂迴 可是呢 他們絕對不吃這個眼前虧 絕對是後面有打算 才會對你這麼的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第四名呢 就是剛剛小馬說的 這個很會裝gay的 太陽金星在水瓶座 對 好準喔 可是通常呢 可是通常呢 他們的異性緣都超過你的想像 異性緣也真好 奇怪 而且通常都 管他是高矮 胖瘦 圓的扁的 水瓶座的男生都很受歡迎 對 很受歡迎 我認識一個水瓶座的女朋友 都很漂亮 而且水瓶座看起來都沒有用力追 對 他就是那種放長線釣大魚 平常對你很呵護啦 然後對你很溫和 而且他看起來呢 就是很像同性戀吧 我們女生對同性戀 比較沒有防備心 對 而且也會把他們視為好朋友 會跟他親土心生 久而久之你開始覺得 你迷上他了 他就得逞了 所以這個是表裡不一的 外表真的很人模人樣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是太陽金星 如果落在摩羯座的話 那小鐘你就上棒了 小鐘那金星在摩羯 沒錯 雖然是一種榮譽 對 這個摩羯座呢 真的很厲害 他平常會跟女生保持距離 可是這個保持距離的背後 他永遠在想 那我要怎麼樣跟你再拉近距離 以退為進 而且摩羯座做事還滿有計畫的 他會開始表現出他的強項 他會開始有計畫的 一步一步接近你 他絕對不會說 三天都在那邊摳你 讓你覺得很厭煩 他可能就會 若即若離的 對 三天摳一次 然後下一次 四天以後再摳一次 沒錯 因為他能夠把持得住 他把持得住 而且他又知道怎麼樣 把自己的優點表現出來 所以女生跟他交往久了以後 越來越覺得他的優秀 那小鐘你的強項是什麼 就講冷笑話 來 講兩個 今天都還沒講 現在非常報道很流行 那個邱毅不是告那個安迪嗎 那這個官司 你們覺得誰會贏呢 不知道啊 邱毅 為甚麼 因為邱毅贏 真的是你的強項 強項 我就說久久沒來 一定要他貢獻一兩個 他還真的有準備耶 你不要看 強項 強項 那還有比這更冷的 隨便帶一個比較老一點的 好 就是小白 小黃 小綠跟小黑 他們坐車 誰會暈車 小白 小黃 小綠 小黑 誰會暈車 小白 為甚麼 因為小白 小白吐 好啦 這樣應該拔到了 真的 這個就是強項 這個妹很容易 這個妹很容易被拔 連男生都想過去了對不對 厲害厲害 好 來 而且摩托座我們說 骨子裡好色是屬於那一種 他其實是非常的想 很想直接侵略你 只是他一直在克制自己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太陽金星如果是在金牛座的話 也是外表人模人樣 骨子裡超好色的 金牛座本來就很好色 又要女生胸部上 又要女生皮膚好 他不好色才怪 可是他絕對是 取之有道 就是絕對不會是 巧取豪奪 絕對要女生心甘情願送上門來 還要愛他愛得要死才行 所以金牛座在跟你交往的過程當中 他會先對你很紳士 會對你很禮貌 而且通常他們也不會說出口 也不會上下起手 可是他的眼神已經把你給撥光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最人模人樣的 又很好色的太陽金星 小馬 你的金星在這裡 就是 冠軍片 一樣 對 相對於其他星座的紳士 天秤座除了紳士 還有甜言蜜語 還有尊重對方 幫你開車門 服侍女生 你冷了 幫你加件衣服 什麼樣體貼的動作都會做 可是天秤座完全抓到 女生喜歡男生紳士一點的 這種部分 可是天秤座真的也很好色 他一邊在幫你 就是天冷 幫你加衣服的時候 他腦子想的是衣服脫掉會怎樣 他不知道 通常加了一件衣服的時候 手還會捏你肩膀一下 天秤座很會吃豆腐 而且吃到讓女生不知不覺 心甘情願 是 你們在場有男胃是冷了嗎 現在 唐老師比較冷 那是我是 小馬 好壞 好 所以天秤座 當然 我們剛剛講的 這幾個星座的外表人模人樣 其實骨子裡超好色 都是很值得其他男生學習的 千萬不要把流口水直接擺在外表上 女生會很受不了 不過他們兩個倒是不會 對 他們都已經想好了 以他們兩個的心盤 心盤 左心事 右心事 以他們兩個的心盤來說 他們兩個其實還蠻 就是說真的蠻得女生心的 沒錯 好 我們來看看 從這個手面上 什麼樣的男生呢 他不但好色 其實那獸性也頗大的 我們來請教黃老師 我們說到獸性 獸性我們是想到野獸 所以靠近我們人類的野獸 例如說狗 豬 老虎 他們那些長相 跟人類的長相 到底哪裡不一樣 我們注意看一下 他們也有眉毛 對不起 只有眉毛沒有 他們也有耳朵 他們的耳朵比我們的耳朵還要靈敏 他們的鼻子更不要講 他們的嗅覺比我們還要強 他們的嘴巴 嘴巴比我們還要利 他們的眼睛比我們還看得遠 只有眉毛 他們沒有眉毛 所以我現在把它畫出來 獸性的男人跟野獸之間的比較 我們首先看看眉毛 就是因為眉毛這方面 牠比較接近動物 所以牠的眉毛 稀稀的 或是很亂 很雜 就是一個男人 你的眉毛如果像這樣子 很雜 很亂 或是稀稀疏疏的 就表示你比較接近野獸 你是獸性就比較強 男性的眉毛最好應該要濃 要濃 要整齊 要長 稀稀疏疏的 這比較有人 人類的那種感情 是 眉毛就是人類才特別有 代表我們人類的情操 高貴的品性 是 但這不一定是好東西 但是我們人類有這樣的東西 是 其實看耳朵 動物的耳朵很尖銳 就是牠很靈敏 聽得很多 但是打探消息才知道 哪裡有漂亮妹妹 哪裡有漂亮的女色 那麼如果說 男神的耳朵這邊尖尖的 這邊 一方面破壞性很強 一方面很靈敏 這種當然獸性就會比較強 好 下面就眼睛 那麼眼睛也是一樣 這個 轉來轉去 轉得很靈敏的 甚至有點三白眼 眼珠子有點往上掉起來的 表示牠心眼不正 隨時就在打算 就想一想 這個雄性就要想此性 想想什麼地方有機會 然後下面鼻子可能會有點歪歪 這表示比較沒有節制 就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控制不了自己 那最後再看一下嘴巴 嘴巴跟動物一樣 牠的牙齒一定比較尖銳 像這樣 這咬起來不客氣的 能夠吃的就把它吃起來 比較尖 是不是看起來也比較小顆小顆這樣子 對 小顆又細 又尖尖的 就像這樣子 甚至嘴巴有點歪 像這個長相 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可以知道 這種就是比較屬於 壽性男 就是這是男人 沒錯 但是牠比較偏向於野獸 那我們來對照現場的這兩位呢 這兩位說實話 如果牠們都是身心正常 所以身心正常當然有壽性 如果沒有壽性 可能是侮辱牠們 對 所以牠應該是對方的 對 牠應該是對方的 對 牠應該是對方的 正常 牠的正常男人 牠一定有的 只是說牠的壽性 能不能控制得出 對 可能就是說 發呼啟 指呼鈴 那我們看一下小馬跟小鐘 牠們的耳朵就沒有尖 牠們的耳朵都是圓的 然後眉毛都很漂亮 沒有像我們剛剛講的亂 眉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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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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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 那要把牠個性很亂 個性脾氣很粗魯粗暴 那麼牠們兩個沒有 那麼小馬的眉毛是比較濃 那是代表牠愛恨很強烈而已 並不表示你的壽性很強的意思 非常正確 那麼小鐘這邊牠的眉毛 當然配牠的頭髮看起來 沒有小馬那麼濃 但是表示牠比較謹慎 在對女人這件事情 牠比較小心翼翼 不會直接啪就衝上去 對 考慮比較多 再三考慮 好 然後再看一下牠們剛剛講的牙齒 有沒有真的很尖銳呢 牠們兩位也都沒有 基本上都還蠻整齊的 所以基本上牠們應該瘦性很低 但是先說一下 今天上牠們還是蠻喜歡的 當然 當然啦 我們是正常的男人 實色性 對啊 求求神功都已經練了 好 來 我們從紫薇命盤來看一下 那麼什麼樣命格的男生 天生有色 但是無膽 我們來請教李老師 好 你是不是一個有色無膽的人呢 今天在紫薇命盤裡面 介紹兩個組合 我們第一個組合 觀眾朋友把你的命盤 牽移弓找出來 這個組合用台語來形容的話 叫做腰鬼 隔世裡 這個牽移弓裡頭要做了兩顆心 一個是連針 一個是貪狼 連貪在牽移弓的人 他的命公一定是沒有組心的 那命公沒有組心的人 通常在個性上面是比較懦弱的 可是連貪它又是 桃花裡面最大的兩顆桃花心 基本上它桃花的特質它還是在 只是它擺在心裡 它不敢給顯現出來 那它的桃花意念 它是怎麼來表達呢 比如說它會偷偷地把妹 或是說它常常會有一些意淫的行為 還有它陷於眼睛看 它不見得會去執行 但是它在內心深處 那顆犯罪的心 其實是常常會蠢蠢欲動的 那再加上它的夫妻公 女朋友也好 或是它的太太也好 會把它管得很嚴 它也很擔心 一旦它犯了桃花之後 枕邊人對它唷叨個不停 這個未來它的日子 也就不太好過了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第二個組合 那不管這個夫妻公是在命盤的哪個位置 裡頭只要做到了 畫拳這顆心 這個組合叫做七管炎出逆賊 意思也就是說 它還是想要 就是還是蠻色的 但是它之所以沒膽 是因為有一個嚴格的太太在管住它 因為畫拳在夫妻公的人 就表示你的太太掌握力非常強 個性也非常的阿拔 除此之外 這個很會吃醋 所以對於大小 家裡面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在它的掌握當中 其實畫拳在夫妻公的男人 他在外面的事業 可以說是也蠻赤紮風雲的 可是因為他先天就是怕太太 所以太太的意見 他都會把它當作一回事 他很在意太太的看法 不過再次要提醒 這個畫拳在夫妻公男人的太太們 你對先生的這個管束 可要拿捏得很好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 嚴官府出逆賊 如果你對於你的先生 都抱持著一顆懷疑的心 什麼都不相信他的話 你反而會官逼民反 因為老公為了要謀取你的信任 他可能常常會做出一些 所謂的善意的謊言來騙你 這樣反而會讓你失去了判斷 所以這兩個組合 一個是來自於自己的桃花性 個性太懦弱了 不敢有色無膽 另外一個組合就是 來自於太太管的鹽 以上就是這兩個組合 那這樣子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小馬跟小鐘 他們兩個人的命盤的話 他們是屬於有色無膽 還是有色膽又大 他們都是有色有膽 怎麼看呢 尤其是其實這兩個比較起來 小鐘是比較猛男 小鐘 越南你是個猛男 你自己也覺得很好笑對不對 對啊 沒有 小鐘他的有色他的無膽 是因為他顧及到形象的問題 否則他應該是很有膽的 對 他今天如果說只是一般的 不是公眾人物的話 其實他是滿花的 原來你進了演藝圈 救了你的獸性 怎麼都不像 對啊 這個演藝圈之後 他活像個殘障 那你們真的在選擇 女朋友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條件嗎 建不建議對方不是在笑 其實我不會 我比較建議就是 我只要女孩子 不要有口臭就好 對 我覺得我沒辦法忍受 一個女孩子的口臭 就口臭這件事情很受不了 因為這個嘴巴 我覺得是滿重要的一個地方 對啊 你講話的口氣 假如不好的話或幹嘛 我覺得很難相處在一起 沒有 我最怕女生就是 就是笨笨的 對 我很怕女生笨笨 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笨笨的 我覺得真的笨也就算 有時候讓我察覺不算 你到底真笨假笨 我會很痛苦 結果我會覺得 你到底是裝笨還是什麼 連最基本的都不會做 就是不像個女生 對啊 我覺得很不喜歡 那因為有一些人 其實在現在這個年代 跟過去畢竟不一樣 像在黃老師那個年代 教的話一定要教處女 現在的年代 聽說很多男生很怕教處女 因為教處女之後 你知道要負責 又要這個又要那個 你們怕不怕 或是怕被 就是說真的是一碰上 就要被黏上這樣子 對 這個問題 對 這個問題 對 小鐘最近來說 是敏感的一點 小馬先回答 這個 我覺得處女就遇到就遇到了 對啊 就遇到 我不會怕 這妖魔鬼怪這麼怕 我不會怕 我對這個不會去怕她 當然你不要說 什麼未成年的那種 那就誇張了 你說說成年之後 你還是處女的話 那遇到那就遇到了 就是我也不會說 一定要去怕她 要負什麼責任的心態 你也不會 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要負責任要娶妳 你也不會這樣 不會 但是我不會玩弄她 先決條件 但是我也不會玩弄妳 對啊 小鐘呢 好好回答喔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比較難去分辨 對啊 我假如說 你去交往這個女孩子 其實你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處女 真的嗎 對啊 因為比較容易 不會知道嗎 一開始不會問吧 對啊 你一開始 不可能去問她說 你是不是處女 對不對 久了才 可是她如果跟你說她是 你會不會因此而 有點退卻 有點害怕跟她交往 其實不會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交往的話 畢竟就是 你真的很喜歡她 你也是認真的 對 也是認真的 可是假如她說她是處女的話 我覺得就是 畢竟她是處女的話 我覺得還是會更謹慎一點 好 我們來看看 有一些男生呢 嚇都嚇死了 他們呢 就是不太敢碰到這種在世的 我們來請教唐老師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人呢 聽到你是處女的反應 就會特別一點 像這個太陽金星如果落在 這些星座的人 可能會有這些 箭討跟症狀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小馬跟小鐘 你們一個是獅子 一個是射手 金星一個是天品 一個是摩羯 那我們就來看 他們剛剛說 他們都不介意 那第五名呢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 匈女座的話呢 她會有點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她還沒有準備好 負責任的話 她就不敢碰這個處女小姐 她並不會覺得她占到便宜 她反而覺得她可能惹到麻煩 因為她是 我說過很多雙魚男生呢 她在她的人生當中 她是很慎選她的另外一半 這個慎選呢 當然家事背景 通通要考慮進去 所以這個女生萬一從此以後 就黏上她 可是其他的調查 她都還沒有做好 對雙魚男生來說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因此即使你是處女 她越是不敢碰你 因為就怕你這樣黏上來了 選擇權就不在她了 那我們來看第四名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 天蠍座的話 她也會擔心 為什麼呢 天蠍座其實會很在意 她的另外一半之間的互動 她要的話 她就要是真愛 她願意付出 所以一旦呢 她娶了另外一半 其實她就有認輸的準備 她覺得她已經是 敗給你了 那如果對方是處女 那她永遠就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一個壓力在那邊 對 這會讓天蠍座的人覺得 從此以後我一輩子 好像都不可能再背叛你 也不可能有任何自由 這是一個很大的噩夢 被約束住 被約束住了 我們來看第三名 第三名呢 是太陽金星在 摩羯座 那麼小鐘 你就上榜了 摩羯座呢 是屬於那種 她會因為對方跟她講這些話 而對她產生敬意 就是說 你已經守身如玉那麼久 那其實對摩羯的人來說 太陽金星在摩羯 他說既然你已經這麼久了 那也不介意我們再久一點 既然這樣 那我就不要用一般 男女交往的模式 我可以很尊重你的決定 你願意 然後我也願意 我們再開始 所以一聽到她是處女的話 她反而會產生一種 那就是不是普通女生了 那麼我就 反正你也放得夠久了 可以再久一點沒關係 多多說好帶有這種心態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金星如果是落在 水瓶座的話 它可不是樣樣都來的 因為是處女的話 其實水瓶男是滿奸詐的 他是一個想很多的男生 他就會覺得說那不得了了 那你到底有什麼企圖 會不會害我什麼之類的 有時候他會先這樣想 因為他太愛玩了 他有時候會這樣想 因為他也很知道說 他一旦結了婚 或一旦被對方抓到一個重點的話 他可能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他就會乖乖就情 所以水瓶座的男生 他很不希望在這個點上 被掐住喉嚨 從此以後你就告訴我 你是第一次是獻給我的 那以後我就再也 再也不能夠縱橫江湖 對 有事不得翻身 翻不出你的手掌心 他可不希望把這種事情 就這樣子莫名其妙地貢獻出去 所以一聽到你是處女 他可能彈得比什麼都快 反而不敢碰你了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太陽金星在 雙子座的人 這個很妙吧 其實雙子座的人 雖然在外面看起來很浪蕩不羈 可是他對處女這個議題 他有很兩極化的反應 第一個他很尊重 他會覺得很棒 你這個女孩子清純無邪 我不要侵犯你 第二個他就會覺得說 你跟我談這個事情太無聊了 我們的交往是平等的 處女不處女 這個議題一點都不重要 你把它拿出來講 表示是你有心機 不是他有心機 這麼有心機的女生 他不要碰 所以說對這幾個男 對這幾個星座的男生來說 處女這個議題 反而變得非常的敏感 他可能就不敢碰你了 好小溪如果你夜路走多了 一天到晚要玩的話 也會玩出問題的 可能財務玩出問題 可能觸犯了法律 甚至於身體的健康也要賠上去 我們現在就來進行我們的測試DIY 看看如果你是那麼愛玩的話 最近因為玩會不會玩出了問題 好 我們今天測試的單元就是 您最近會不會玩出問題 就題面就是野蠻遊戲 野蠻遊戲裡面 有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您最近會不會玩出問題 野蠻遊戲 好好選 來 你一陣選一個 我選油 小鐘 系 蠻 蠻 我選野 你選野 我也選油 那我們就從前面開始 野 野是唐老師 野 這個是量力而為的量 或者說 不會了 野 這個理 他是量的結束 然後這邊 可以想好他的預算的 預的開始 有多少玩多少 就是賭博也是 下注下多少 不會說到最後全部都完蛋了 量力而為 那當然如果說是以色情方面 他還是會考慮到這些事情 所以 那麼唐老師他是這樣子的 控制預算量力而為 所以他跟他沒有問題 可以盡量的玩 他的玩都會在他的節制裡面 是 好 其實第二個是蠻 蠻 蠻是李老師選的 蠻的上面如果加上 心就是練 疑戀的練 加著反就是變態的變 疑戀變態 三批四批之類就算是 好啊 好啊 原來你們風水界也這麼亂啊 真的 他不會玩出問題啊 他不一定玩出問題啊 他喜歡 那個龜喜歡有什麼關係 好 來看看 會不會出問題呢 我們要看下面的這個蟲子 蟲子 蜜蜂的 開始 被蜜蜂遮了 遮到的遮 這就會出問題了 會正喔 會正起來喔 一定會被遮的嘛 會正起來喔 好 我們看一下他的結論 那麼李老師或者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蠻的呢 他是怎麼樣呢 是 疑戀變態 反被風車 疑戀變態 不行啦 那個菇菜雜誌啊 請幫他 你可以密切地跟蹤一下李老師 最近的行蹤 可能會發現他們那個風水界 來一個恐怖的那種 最近李老師都是 都是搭火車那種 吃汗獵蜜 吃汗獵蜜 很煩喔 沒有 他到成品去等那個 等另外一個 好 嚴重 好 下面是油 油是Amy跟小馬選的 是 油的左邊是三點水 就是他逍遙的開始 對不起 是走的 走步 逍遙的開始 逍遙的結果呢 非常的悠遊 很悠遊自在 那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玩會玩 但是非常的玩 不會玩出問題來 好 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是跟小馬 跟Amy一樣 選到油的話呢 你是這樣子的 逍遙自在 快樂悠遊 好 最後呢 我們是看戲 戲是小中選 戲的這個字本身 右邊就有一個歌 就是一個武器在了 這一邊呢 它所含義 我們看一下 它是一個鬥 鬥弄人家 或者玩弄 它都挑鬥人家 那挑鬥不一定出事啊 但是我們看一下 下面的呢 就可能會出事了 因為它要用到刀子 用到武器 然後呢 很劇烈的 劇的開始 然後呢 打戰的戰 也是要用到歌 所以我們把它湊起來 就是小中 或者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到細的呢 您會怎麼樣呢 最近是會玩出問題來呢 鬥弄過分 辭歌俱戰 小中來 你坐過來 你跟李老師坐遠一點 太危險了 你們兩個跑在一起 小中更要小心喔 最會動刀動槍的 這個不要擦槍走火 最近還會跟人家打起來 最近要小心 小心一點 好 來 當然呢 這個我們會發現呢 在日常生活當中 人面受星的男生還真多 日前就發生呢 像我們這個演藝圈的這個 女藝人丁曉晴呢 我們竟然在一個書店裡面呢 被一個鹹豬人給潑驚藝 真的是沒有想像到的事情 竟然發生在我們的 現實生活當中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有一些星座的女生很奇怪 很容易就莫名其妙的 招惹這些鹹豬人來靠近他們 我們來請教唐老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哪一些星座的女生 你的特質呢 特別容易吸引狼人 我們來看前三名 太陽 金星 如果第三名是落在 天秤座的話就上榜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天秤座的女生很重視打扮 他們通常把自己打扮得 很吸引男生的樣子 當然你吸引了正常的男生 你也吸引了不正常的男生 而且你看起來就是太客氣 又太不會很粗魯 像有的女生穿馬靴 然後背著很硬的包包 打扮的就是一副女打仔的樣子 誰敢靠近呢 可是天秤座就是性感的 小綿羊的樣子 尤其是那個手臂是臉偶臂 皮膚又白白嫩嫩的 狼人當然看了就流口水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金星落在 雙魚座的女生 我們這裡是講的是 把自己當成女生的雙魚 那這種女生 講話嗲聲嗲氣 然後隨時隨地都在放進 肢體語言也特別的誘人 因為即使身邊沒有異性 很多雙魚座都假設旁邊有很多異性 正在偷偷地看著她 所以她是無時無刻 不在那種浪漫的幻想裡 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會引起狼人的遐想 狼人當然也就特別會把焦點 對在她的身上 也許會對她特別地想要上下棋手 也不一定 一切都是因為你太迷人了 而且看起來又無辜 又不懂事的樣子 不吃太可惜了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 金星如果是落在牡羊座的話 那連Amy你都要小心了 你們吸引的是聰明型的狼人 有技巧性 對 有技巧性的 而且通常這一吃 就是把你一口都吃掉 那要小心 你的未來 你們兩個那麼開心 對啊 你們還替Amy簡單說 是… 對 真的是這樣 其實牡羊座的女生 平常看起來很強悍 很凶悍 可是她們的罩門就是一樣感情 因為牡羊座的女生 天真 單純 又不設防 尤其是她對她 信任的那種男孩子 她是門戶大開 所以聰明的狼人 絕對不是直接來對她下手 因為那是吃不了她多少豆腐的 聰明的狼人是先… 對 是先假裝 就是以她喜歡的型出現 然後等她對你完全信任以後 再露出真面目 所以牡羊座的女孩子 一旦被騙都被騙得很慘很慘 好 來 你最近呢 這個另外一半呢 會不會覺得她很煩呢 你想跟她分手嗎 如果想跟她分手的話呢 小心了 分手要有分手的必勝決招 我們今天的齊門遁甲開運術呢 就要來教導你 怎麼樣分手可以分得非常漂亮 好好的分一個手呢 好過年 我們來請教李老師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齊門遁甲 教各位的就是 你選到這個日子來分手的話 那是和平的分手 那絕對沒有所謂的殺傷力 那我們有兩個日子 各位一起來看 第一個呢 是在12月的20號 傍晚時分就是有時 17點到19點 那麼我們的方位呢 是選在西南 這個時候要請你要分手的這個人 準備一樣東西 就是所謂的玉扇 那當然這個也許你沒有啦 有是最好 因為玉扇呢 我們是取它的諧音 叫做玉扇 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的話呢 那鐵骨文公扇 那當然就扇不了了 鐵骨文公扇是鐵扇 鐵扇就不行啊 鐵扇啊 鐵扇啊 鐵扇 鐵骨文公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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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好 那如果說找不到這個玉扇的話 其實你準備一把紫扇也可以隨身攜帶 對 因為我們有說過 好像戀人之間 最好不要有那個扇子 扇子 或是傘 或是傘 對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取它的諧音 所以這樣的 這一個日子 它中間帶來 裡面有孤寡的特質在 所以像這樣的日子 如果你要去求婚的話 那一定是死得很難看 那但是對於分手的話 反而它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非常有用 對 那再加上你帶傘 這樣的一個吉祥物在的話 它會有催化的效果 那要去找到對方嗎 要去找到對方跟他講嗎 對 就是你要去跟他談 我們就要往這麼久了 再這樣推下去也不是辦法 那就要這樣嗎 邊談邊散 沒有 沒有 其實你運散 差不多帶著 長在包包裡面 對 放包包裡 還有記住喔 因為只有有時這個時程 就是下午5點到7點 你不要哈拉太久了 你知道嗎 順暫數學 你在那邊跟他聊到 其實我們要先吃一個牛排 講一講話 然後時程過 怎麼沒好 要在那個時程裡面 時間不到7點 對 兩個小時 其實是綽綽有餘了 OK 12月份 是 12月20號 好 還有一天 好 另外一天呢 來 是在月底了 12月28號 對 方位呢 也是5點到7點 對 也是同樣的時間 方位呢 是在正北 這個時候啊 請你準備兩樣水果 一個叫棗子 一個叫做水梨 我們還是取他的嫌疑 叫做棗子 尤其是把梨子 我們兩個人分著吃 棗分梨 所以那天呢 就是故意帶他去什麼 公園散散步啊 走走之後 吃個梨嗎 然後吃吃吃吃 不如我們就分吧 你知道嗎 既然梨都分了 然後借機就聊起來 也是5點到7點 對 那如果說 現在沒有棗子的話 我們到那個紅棗有沒有 是 那個也可以 用紅棗也看 有那個甜點店有沒有 有 不是有那種紅棗甜湯嗎 對 紅棗甜湯 甚至你說我自己還有帶梨 對 就分得很清楚 可以打成枝嗎這樣子 沒有啦 你一口我一口 打成枝 你研究在這裡了吧 還打成枝 你想要就是說 更不動深色對不對 對 更不動深色這樣比較 因為現在就是說節目過去 大家都看到 把它弄成香精油用紋的 拿過來這樣 因為它是還有一個原因在 還好 梨它是圓的 那這樣你一口我一口 其實就是把那個圓 給剝開了 對 它是有破這個緣分的意思 在裡頭 或是你找一個叫阿芬 或是找一個叫小李的 兩個聚在一起 也叫芬李 就是說今天約會 為什麼老師有第三者在 沒有這麼朋友阿芬阿芬 沒有阿芬 還要分嗎 好煩喔 好啦 把這個方法交給你 當然如果說真的是 在一起那麼久了 我們說好聚好散嘛 我們都不希望說 在分手的時候有不好看 或是傷害自己 或傷害別人的狀況出現 對 所以呢 把這個方法交給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能夠很平和的 溝通最重要 是 也謝謝林鄭 謝謝小鐘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收看喔 謝謝阿芬姐 拜拜 謝謝阿芬